所有選手徒手抓起眼前的熱狗 一陣狂塞 短短幾秒一份熱狗寶就能塞進嘴裡 男子組賽事今年少了蟬聯 十六屆冠軍的大白鯊 特斯納特參賽 冠軍寶座換人座 最終男子組由芝加哥選手 被托列提封王 至於女子組賽事 長勝冠軍虛騰玫瑰十分鐘吞掉五十一份熱狗 打破自己的紀錄 第十次衛冕冠軍 紐約布魯克林舉行的國際吃熱狗大賽 已經成為美國國慶日的指標性活動 這一天華府也按慣例舉辦煙火晚會 為幾千名現役軍人及家屬安排BBQ烤肉 拜登也不忘趁機放話 現場民眾喊話奮戰下去 拜登也重申繼續參選 此刻全美沈浸在七月最大節慶 佛州邁阿密出現巨斧 美國國旗投影 搭配絢麗煙火美不生收 但FBI卻警告民眾當心孤狼 鎖定大型慶祝活動展開攻擊 維安高度警戒 避免漢事發生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而是在歇斯晴火的 說一些使用 特效 郵件